哈喽,大家好,我是秋天枫叶,全新暗龙黑金,共鸣漩涡,诺瓦丽丝与巫苏拉登场啦 这里我们就来愉快地分析一波吧 虽然这个波看起来好像已经被雪了 那在开始之前呢,如果喜欢的影片还请大家不离事的点个喜欢,想注意看可以点个订阅哦 那我们就非要不多说,直接开始吧 Let's go 共鸣漩涡,诺瓦丽丝与巫苏拉种族属性是暗龙哦 队长既只有龙族能吃满血功倍率 还需要消一组无科以上和20例龙族才会有最高倍功哦 而回复的部分呢,则是完全靠输出吸血 但因为它带有加抗,也有不低的血功倍率哦 在未来还是很有机会去当龙族单变队长的大腿的 毕竟巫苏拉这大腿,连我也想爆啊 对无忌则是分成四个部分哦 当队长就会有闭炎,全剑水暗,无视年斧,瘴气和黑洞 进场和回合结束时把龙族直上添加为龙族族 路强化,消水和暗池,队长集中敌人就能控场敌人一回合 选对无视故事的平突盾,且根据被扣过的血量来增伤 配上击败的拉角色猪防烧和手销角色猪的无视攻前盾 他也算是把转竹抗星和解盾能力点的蛮高的队长啦 指着队长能力需要挨打才会叠倍率 但又自带让敌人无法攻击的控场 还只能靠输出吸血来回复哦 其实多少是有点矛盾又有点M的啦 不过如果无数拉是M的话 我倒也不介意满足他就是了 当双队长的时候呢 战友还会变成水属 水暗辐射效果会提升150% 龙脉还不会被吸收或击碎 如果敌人想击碎龙脉的话就会被反杀哦 此外也会获得消耗龙脉以使用次数的念能力 能够减龙族成员的吸力 当时反击队长集伤并追打无数 这部分就算是比较方便官方做球的保护龙脉的机制 念能力有生存也有增伤 还能追打无数 其实还是蛮有战术价值的 而且在目前无数拉大腿还很香的情况下呢 到底谁还会带其他战友啊 你的梦想是 那入队时只要击碎三个敌人 有黑白猪或是义孩图士法格人在统一队伍时 他就会进入狂暴模式哦 在这模式下除了有自身被攻吸血还会自残 那这部分就是新黑精斗带有自身被动增伤啦 但他的触发条件不会太严格哦 也不会因为敌人不会被上状态而没有被拱哦 扣血也是根据当间血量和趴数来扣的 不至于会扣到死哦 而且只要能打到敌人 其实就能把这血量吸回来 相比起来还算是不错的被动增伤啦 和义孩图士法格人在统一队时 也会有血攻击指倍率和进场减息力哦 还会直接触发狂暴模式 整体算是比较标准的黑精魔版啦 只是法格人你不是暗龙使的力量来源吗 为什么这又变成了像是暗龙使仆人的专屋啊 难道你是大蛇丸吗 以队长能力来说呢 共鸣漩涡诺瓦丽丝与乌苏拉 其实不算太差的黑精队长哦 有着符合黑精的基础规格 还带有一场厚实的血量 但比较尴尬的是呢 他只要没有办法破盾就不能回血 加上伤害其实不算太突出哦 实战上更多情况下是靠着控场挡死机 甚至是死血硬抗来洗剂 然后开针上打过去哦 虽说在队伍没有硬线制龙族入队的情况下 这些问题的处理方式也有不少 但这样的玩法就不是一般玩家喜欢的模式了 毕竟不是人人都想当美国队长的 我可以做这一天 共鸣漩温诺瓦丽丝与乌苏拉 一技是CD6的自选一种符石上加护 并移除其他符石掉龙墙哦 也会把自身攻击转位选择住的属性 还会进入狂暴模式且自身6倍拱 并让龙族成员无视连击香等盾和指定减三抗星 根据其他人的实测呢 这个掉落是不会卡住了 每种至少掉三颗的模式啦 当然前提是你的位置要足够给他降哦 而且这个移除也能弥补他 没有应对电击珠等障碍珠的能力 比较可惜的是给的额外解断能力必要性都不高哦 主要还是用来拉高自身队伍输出的技能啦 毕竟陷阱神魔敌人血量 已经连星黑镜都没有办法不开增上带走咯 二技则是CD7的还原龙族直行碎裂 也会把龙族的疲惫休眠风摇状态转为亢奋 并再增加两回合的亢奋状态哦 还会结束狂暴模式回血 并把所受伤害减至0哦 这能力提供了不错的头像负面状态抗性 有着无视无视减伤的挡死还能回血 这不仅能解决自身队伍无法输出时的对魔问题 也让他有着不低的打工价值哦 只是我很好奇明明这次乌苏拉都被血了 为什么还能这么奶啊 我还以为你不是运球的 原来你竟是运气球的 或者穿衣服的事就把气放了是吧 整体而言呢 共鸣喧摩诺瓦利斯与乌苏拉 作为黑镜卡来说其实不算太差啦 只是在什么敌人血量开始膨胀了现在呢 让刚出场的他的输出看起来非常的拉胯哦 而且还需要被打来叠伤害 这就大幅拉高了他的暖击时间哦 玩法本身也是对魔后开机带走 本身就不是现今追求魔头 还要负的玩家会优先选择使用的队长啦 至少在我这里哦 他的攻略影片观看数比拿破人还低啊 虽然他当队员的价值不是0 毕竟技能能当死还能爆发 但作为新的龙族黑镜 要拿去其他队伍打工的必要性 就只能请师爷来评价了 所以终上呢 共鸣漩涡诺瓦丽与乌苏拉 无庸置疑的是目前神魔龙族的一线队长 但比起其他黑镜和合作卡来说 玩起来爽度真的不太够 加上巴龙解放后也有一定的实力 这就让人不是特别推荐入手他啦 毕竟他的解断能力必要性都不高 龙族当死了应对统像状态的选择也有不少 实战下来没有决演看起来的强哦 只能庆幸乌苏拉大腿拯救了我们这群盘子啦 你是盘子盘子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一张告一段落 如果大家对于这次分析有什么意见的话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哦 我们在下一期的GNN分析再见啦 大家拜拜 不过到现在都没有出现极碎龙脉 配上G8迪记的做球关卡 其实让我挺意外的耶 难道官方也看不起这次暗龙黑镜的表现吗 这